怪诞心理学是一门探究各种古怪奇特现象 以及人类行为的科学领域 这门学问的意义在于通过科学方法 研究和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不寻常现象 以揭示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和社会机制 研究内容包括我们如何认识自己 我们怎么看待他人 我们如何与他人发生联系 我们如何彼此影响 为什么 等等 例如为何你总是被魔术欺骗 为什么你经常受广告影响 为什么魔术 通灵 算命 读心术能够蒙蔽我们的大脑 虽然这些主题看似离奇 但它们都是行为科学家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 例如刚刚讲的问题 研究的背后是心理操纵原理 施法的人在进行这些戏法都会先对人进行洗脑 而洗脑的四个步骤是 一 登堂入室 首先让对方接受一种可以接受的东西 然后慢慢加强 再来救救自然而然人就会越陷越深 二 强行求同 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 任何意义都会鼓励其他人也说出自己的不满 所以防止出现任何不同的意见 三 表演神迹很多都是安排好的套路 你已经上钩就逃不了了 四 自我辩护 人陷进去经历过更多痛苦和屈辱剥削之后 人会倾向为自己辩护 说服自己 例如 加入邪教被诈骗 怪诞心理学的意义体现在解开人类行为的谜团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行为和决策背后的心理过程 了解人类行为背后的原理 怪诞心理学通过研究不寻常的现象深入了解人类行为代表的目的 这有助于揭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拓展心理学领域来说 怪诞心理学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使研究者可以涉足一些不常被关注的主题 这有助于推动心理学的发展和进步 增进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研究古怪现象可以揭示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行为差异 提供有趣的见解 怪诞心理学的研究常常充满趣味和启发性 这些研究可以让人们对生活中的奇闻趣事产生兴趣 同时也可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总之怪诞心理学虽然看似古怪 但在深入研究人类行为和心理方面 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挑战了常规的研究领域 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行为更全面的理解 这本书研究了生活中各种古怪现象 作者理查德怀斯曼 是全球最有影响力最权威的大众心理学教授之一 他的研究曾在超过150个电视节目中播出 也经常出现在著名媒体如BBC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此外他还是一名职业魔术师和畅销书作家 怀斯曼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的研究领域的广泛性 他研究的主题 从人们为什么迷信占星术和灵异事件 到寻找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他和他的同行们本着严谨的科学精神 他研究过说谎者的心理动机 探索过我们的出生月份对个性的影响 发掘出了快速约会和争有广告背后科学的秘密 还研究过什么样的行为会引发内在的正能量 这本书共有六个章节 收录了数十个研究怪弹现象的实验 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毫无联系 然而当我们仔细分析时会发现这些实验所揭示的问题 直接涉及到我们的三个基本层面 我们如何认识自己 我们如何看待他人 以及我们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互相影响 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认识自己 首先我们来讲一个与担心术相关的实验 这个实验由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心理学教授伯特伦弗瑞尔进行 他首先要求学生们完成一项性格测试 一周后他告诉学生们 测试结果已出每名学生都得到了一个简短的性格描述 然后弗瑞尔让学生们评价这些描述的准确性打分 从零分代表完全不准确到五分代表非常准确 令人惊讶的是 班上87%的学生打了四分或五分 认为这些性格描述非常准确 然而这些性格描述与一周前的性格测试毫无关系 他们实际上是弗瑞尔从一本新作书中随意选取的 更重要的是 每位学生获得的性格描述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实验揭示了人们对于自我认知存在 有自我美化的倾向 即使性格描述非常模糊和概括 人们也倾向于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释和接受这些描述 这种自我美化有时会导致自欺欺人 使人们不愿承认自己曾上当受骗 而更愿意将责任归咎于自己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另一个有趣的实验 神奇的Q实验 这个实验涉及到自我监控能力 即一个人在社交互动中根据他人的反应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能力 在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用食指 在自己的前额上画一个大写字母Q 如果画的Q的小尾巴朝向自己的右眼 站你对面的人会看到不正常的Q 也就是说你自己知道这是一个Q 但站在你对面的人却看不出来 如果画的Q的小尾巴朝向自己的左眼 那么其他人也会看到正常的Q 但自己会看到正常的Q 这个实验揭示了自我监控能力的不同水平 他们擅长自我表演并能够适应不同情境 相反自我监控能力低的人 更自然地表现出自己不太关心他人的观感 通过这两个实验 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在自我认知和自我表现方面存在差异 同时也认识到自我美化和自我监控在人际互动中的重要性 此外 本书还记录了其他一些有趣的实验 如如何识别谎言和解读虚伪微笑 这些实验揭示了即使是擅长说谎的人 在心理上也会与谎言保持距离 以保持一致性 所以他不觉得自己在骗人 因此与真话相比 谎言通常缺乏个人感受和细节 有时为了给别人留下愉快的印象 人们会假装微笑 但只有在真正感到快乐的时候 人眼周围的肌肉才会在微笑时自然收缩 所以真正的微笑实际上是很难伪装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探讨 我们如何看待他人 有趣的是我们要从一个与笑话相关的实验 开始来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 这个实验实际上创造了历史 理查德怀斯曼和他的同事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寻找全球最有趣的笑话 结果他们收到了超过4万个笑话 来自70个国家的35万人 参与了对这些笑话的评分 这项规模空前的实验也因此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些笑话确实令人捧腹大笑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这些笑话背后的心理动机 我们可以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了解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是如何看待他人的 首先让我们听一听一些排名靠前的笑话 有一位老师心情不好决定拿班上的小学生出气 他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笨 请站起来 过了几秒钟 只有一个小学生慢慢站了起来 老师看着他问 你觉得自己很笨吗 没有其他小学生回答 但那个小学生说 笨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一个人站在那里 这个笑话中 我们看到一个弱势的小学生 却让一个有权威的老师 显得很可笑 接下来是另一个笑话 一个丈夫站在一个 自称可以测量运气和体重的体重计上 投入一枚硬币后 拿到一张白色小卡片 然后他对妻子喊道 卡片上写着 我精力充沛 足智多谋 是个了不起的人 妻子点头并回应 别忘了 他还把你的体重搞错了 这个笑话嘲笑了男性 很多女性觉得他很有趣 这里体现出了性别之间的竞争 让男性和女性 对这个笑话的感受有所不同 只有15%的女性 觉得嘲笑女性的笑话好笑 但高达50%的男性 认为这种笑话只是有趣 接下来是这次笑话实验的全球冠军 两个猎人在森林中行走 其中一个突然倒下 看起来已经没有呼吸了 两只眼镜都翻白了 另一个猎人急忙拿出手机 拨打紧急救援电话 喘着气说 我的朋友死了 我该怎么办 接线员回答 请冷静 我来帮助你 首先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他是否真的死了 过了片刻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枪响 然后打电话的猎人说 好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 在在线评选中 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这个笑话非常有趣 这个笑话和前两个笑话 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让读者 感到自己更聪明 因为笑话中的人看起来很愚蠢 却对自己的愚蠢毫不知情 在西方 我们经常看到 嘲笑金发女郎 嘲笑犹太人 嘲笑苏格兰人 吝啬的笑话等 这些笑话中体现出的是一种优越感 源于我们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什么呢 我们的自我概念包含两个层面 个人认同 即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特征 和态度的感知 社会认同 即我们对所属团体的一致性 和归属感的感知 这个概念 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会将自己和其他人 归入各种类别中 这不仅方便我们记忆 还帮助我们迅速做出基本的判断 例如我是中国人 他是美国人 我是自由职业者 你是上班族 我们还将自己 与特定的群体联系起来 并以此来建立自尊心 例如我们可能认为 自己是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 而她们是一群有趣的直男 我们还会将自己所在的群体 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 通常我们会更偏爱自己的群体 因为这让我们感到更有优越感 同时我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 也会部分依据我们所属群体的身份 比如说如果你毕业于常青藤大学 即使之后个人事业发展频频 作为这个名校的校友 你仍然感到与这个群体 有一种联系和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可以增强 我们的自我概念 让我们感到自己很特别 以上是第二个问题的讨论 我们之所以经常编排 关于某个群体的笑话 是因为社会认同 赋予了我们一种优越感 不同的笑话 满足了不同群体的社会认同需求 因此根本不存在一个能让 所有人都捧腹大笑的笑话 然而通过寻找和分享笑话 我们可以反思自己 是以何种角度看待他人的 这也让我们思考了 有多少偏见和刻板印象存 在于我们的社会认同之中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探讨 在心理层面上 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 并且彼此如何相互影响 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中 我们的心理和行为 受到各种社会力量文化和群体的影响 这些影响会导致我们表现出 从众和服从的行为 威廉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金伯利维德 及其同事进行了著名的维德实验 来研究这个现象 在维德实验中 研究人员首先招募了20名参与者 并从他们的家庭成员那里 获取了一张他们儿时的照片 然后研究人员使用图像处理技术 制作了一张虚假的照片 显示参与者在热气球上的旅行 接下来的两周内 参与者接受了三次访谈 每次访谈中 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了这张 虚假照片和另外三张 他们儿时的真实照片 要求他们尽可能详细地描述 每张照片所记录的经历 实验的幌子是研究 为什么人们会记得自己儿时的经历 在第一次访谈时 近三分之一的人声称 他们没有参加过热气球旅行 然后研究人员要求所有参与者 回去好好回想 到了最后一次访谈时 已经有一半的人表示 他们记起了实际上 从未发生过的热气球旅行 而且很多人还能够清楚地描述 这次虚构旅行的细节 为什么人们的记忆 如此容易被操纵呢 这是因为心理暗示的存在 这种心理特点 使人们容易受到 外界或他人的观念情绪 和态度的影响 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形成的一种 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和学习能力 在远古时期 生存条件非常恶劣 原始人只能通过观察和学习 周围同伴的有效行为来生存 并且与群体保持一致 包括在态度 观念和行动上 与群体一致 有助于获得群体的庇护 从而提高了生存的机会 此外 服从于比自己更有经验 和力量更大的权威 也可以减少竞争中的失败和损失 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机会 在维德实验中 研究人员作为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人士 使用了照片来暗示参与者 曾经有过某种经历 大多数人在受到这种暗示时 出于自我保护和对权威的服从 很难否认或拒绝权威的说法 因此他们会自己用想象填补记忆中的空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实和虚构的情境变得难以区分 类似于简单的暗示 可以让人回忆起根本不存在的童年经历 同样也可以让许多人感受到 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理查德怀斯曼和安迪尼曼在通灵树方面进行了实验 他们首先选择了一个阴暗潮湿的维多利亚风格地下监狱 作为实验场所 邀请了几组人来参加所谓的通灵活动 而参与者需要填写表格回答 他们是否相信超自然现象 实验中一名健康的实验人员 还故意绑上了假腿支架 假装费力地去剪掉在地上的杂物 看有多少人会伸出援手 研究人员造访了23个国家的首都 丢了大约800封信 掉了400多只假腿支架 比利总共带了500多次假腿支架 令他们啼笑皆非的是丢信封这种做法 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可能引发不同的反应 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油桶 可以投放邮件在特拉维夫 将包裹和信封放在地上 或骑车挡风玻璃上 可能会被当作潜在炸弹 因此没有人敢靠近在萨尔瓦多 人们怀疑地上的信封可能是骗局 这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 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 但研究人员坚持下来 并最终得出了一个国际助人行为排行榜 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 和哥斯达里加的首都圣河赛 排在前两位 排在倒数第三位的是新加坡 纽约和吉隆坡 在圣河赛 有95%的人愿意帮助携带假腿支架的实验者 捡起掉在地上的物品 但在纽约只有28%的人愿意伸出援手 研究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当城市人口密度越大时 助人行为越少 这可以通过城市过载的假设来解释 及城市居民可能感到神经负担过重 经常受到信息刺激 因此养成了独善其身的习惯 以避免被过多的信息淹没 这也解释了人们常说的都市孤独感的来源 此外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人们非常忙碌 时间压力巨大 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关心他人的问题 然而城市大小并不是唯一影响助人行为的因素 实际上旁观者效应 是助人行为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其他人在场时 人们更不太可能提供帮助 而在旁观者越多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种责任分散会降低个体的助人行为 此外 其他旁观者的行为也会影响个体对情境的判断 从而影响其行为 如果其他人显得漠不关心个体 可能会觉得情况并不紧急 从而不采取行动 有时人们也会因为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而不愿轻举妄动 这也是影响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之一 本书还包括了一些补充的相关实验 例如发现在天气好的时候 人们更愿意支付更多的小费 这是因为人们在情绪好的时候更愿意帮助他人 或表达友好的情感 此外 首先关于自我认知实验中提到了占星术的研究 结果显示星座分析通常具有模糊和概括性的特点 而人们倾向于将这些描述解释为积极的 这反映了一种心理动机 即自我美化 自我美化指的是 人们在对自己的形象态度和价值观等进行自我认知时 倾向于以一种更有利于积极评价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信息 此外 实验还提到了关于自我监控力的 Q实验用于衡量个体的自我监控能力高自我监控能力的人 更擅长根据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低自我监控能力的人则更为真诚不太擅长伪装 其次 关于他人认知 文本提到了一个关于笑话的实验结果 显示排名高的笑话通常会让人产生优越感 因为笑话中的人物看起来愚蠢但不自知 这种优越感源自社会同一性 及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 人们倾向于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联系起来 以获得自尊感并在与其他群体比较时感到优越 因此人们会编写嘲笑其他群体的笑话 以满足自己的社会同一性的需求 第三 关于社会互动文本提到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了 人们如何相互影响和互动 实验结果表明 人们更愿意帮助与自己相似的人 这种相似性可以是年龄背景 价值观等方面的 这是因为相似的人更可能与我们在基因或文化上有关 因此更值得我们善待 外貌对于是否获得帮助也有影响 尤其是男性更可能帮助外貌漂亮的女性 这可能与人类对性别和外貌的社会的认知的影响有关 城市人口密度越大 住人行为越少 这可以解释为 城市生活节奏快 人们感到信息过在 结果缺乏时间和精力 关心其他人 旁观者效应是影响住人行为的因素之一 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更不太可能提供帮助 这可能是因为责任分散和担心他人评价等因素 总的来说 这些实验和研究揭示了人们在自我认知 他人认知和社会互动方面的心理特点和倾向 这些心理过程可以帮助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和态度 他人认知和社会互动方面的心理特点和倾向 这些心理过程可以帮助解释 为什么人们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和态度 印度的海德里克在19世纪被誉为第一位灵异大师 因为他表演了一场以意念移动桌面上的笔为特色的表演 这场表演成功地欺骗了绝大多数观众 然而 一直以来 魔术师和虚假的灵媒们的欺骗技巧 被视为人类大脑进化中最先进 最复杂 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魔术的真正秘密不在于物理层面 而在于心理层面 和大多数虚假的超自然表演者一样 海德里克运用了人们心理中的五个欺骗规律 将简单的吹气行为转化成了所谓的奇迹 规律一 卖鸭子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 因为这种信仰为乏味的世界注入了一丝神秘感 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意念 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只需一挥魔杖 就能解决任何难题 就像人们对鸭子的热爱 可能让他们完全忽视图案中的兔子一样 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是一种迫切的需求 使人们在看海德里克的表演时 忽略了他可能欺骗的可能性 规律二 横向思维让我们进行两个小测试 第一个测试是 请给下面的等式加一笔 使其成立 你能做到吗 I0I01I等于I0.50 第二个测试是 将下图中的符号改变成罗马数字9 只能添加一行 使其变成数字6 你能做到吗 X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涉及时间 而不是数学 要是等式成立 只需在第二个I上加一条横线 将其转变为英文单词to 现在将这个等式用英语读出来 就是10.50等于I0.50 解决第二个谜题 只需在X前加上S符号 将罗马数字X变成英文单词6 就像大多数人 难以解答上述两个问题一样 他们可能不会想到等式与时间有关 或者罗马数字 可以通过添加一个字母 成为英文单词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海德里克 他成功地愚弄了那些虽然有些怀疑 但缺乏横向思维的观众 规律三 掩盖痕迹这一点很容易理解 就是熟练掌握技术 它让吹出的气体 在到达目标物体之前稍有延迟 这使它能够扭过头 确保在观众眼中 当目标物体移动时 它的脸没有朝向该物体 此外 它并没有直接对着物体吹气 而是对着桌面吹气 这股气流可以沿着桌面 传播到目标物体 使气移动 这两种技巧都非常巧妙地 隐藏了它欺骗的痕迹 使那些可能怀疑 有吹气行为的观众 无法坚定自己的想法 规律四 改变路线 当主持人约翰·戴维森提出质疑后 海德里克主动要求戴维森 用手遮住他的嘴巴 然而 铅笔仍然发生了旋转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海德里克迅速在空中 做了一个类似空手道劈砍的动作 从而产生了一股气流 推动了铅笔 正是因为它改变了方法 戴维森和其他观众都完全被愚弄了 规律五 记忆的橡皮擦心理欺骗行为的第五个规律是最强大的 约翰·戴维森的调查结果正是最佳例证 这一规律被称为记忆的橡皮擦 许多人认为 人类的观察和记忆就像录像机和相机一样可靠 但事实表明 我们经常错误地记住了发生的事情 遗漏了重要的细节 甚至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 心理欺骗的第四条规律确保了人们 无法看透欺骗背后的技巧 第五条规律确保了他们无法准确地记住所见 重要的细节在他们的记忆中消失 直到他们察觉到这一点之前 他们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解释所见的一切 以上是怪诞心理学的启示 谢谢收看